最近有个品牌的新车把试驾活动放在了四川的康顶 他说你可以坐大巴车跟着我们一起过去 但我想一想坐大巴车哪里有坐高铁数 这台理想的MEGA是驾驶派的长测车 我们也会拿它去做很多的项目 但是我们拿到这么久还没有测过它的能耗 所以趁着这次的机会我们也是把它充满了电 看一看它从成都跑到康顶之后还能不能再回来 我们话不多说上车走起 在开始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清零了整个小几里程 也按我们之前的习惯调整了空调 然后调整了驾驶模式啥的 但是我导航看有一点点紧张 因为我发现我开过去之后的剩余电量显示的只有30%多一点了 所以说我们要想开回来这难度还挺大的 尤其是从成都到康顶基本上是从一个海拔几百米到一个海拔可能三四千这么一个状态去跑 所以说这个一直在一个爬坡的这个情况下 但是这台车我之前开过两回可能城里面开了多一点 综合我这几次的试驾体验我觉得这台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台确实是为舒适性为家用打造的这么一台车 你开上它以后你捏着这个方向盘你就是不太会想要说我要去怎么样封一脚或者是在红绿站面前我要去秀一把 甚至于说我在这种高突如上面我想经常去超车好像都这些就很佛系了很闲者时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这台车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抓地力啊 整个底盘的操控就已经一塌糊涂一转弯就飘着不知道往哪儿去了 因为我之前建议大家还是去用到它的这个叫运动摩坦 因为我试了一下舒适摩坦对于这种比较长轴的车而言 它前后轴的这个脱节还是比较厉害的 就是前轴晃晃悠悠的然后后轴也在晃 然后两个轴之间的晃动频率不一致的时候 你这种抚养的动作会显得特别明显 所以你换成运动摩坦在高速上面至少是任何式一点 因为在高速上面有很多这种起伏啦 有这种不断的这种路面 所以说它的整个贴附性会变得更好一些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的坐姿啊 因为你坐起来之后 你至少向前的视野是特别好的 因为你的整体的坐姿还是比较高的 它不像有一些日式的这种MTV吧 会坐得比较贴地一点 所以说我坐在这儿的感觉更像是开一台SUV 甚至于它这种运动摩坦下面 在高速上面是这种路面的反馈 也会让我感觉像是开着一台缆胜 有点像这样的一种车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如果你跑高速的话 就为驾驶员来说一定还是比较惬意的一件事情 前面我们应该是会从无尽就下高速了 因为最近关注这些新闻的朋友可能知道 之前因为雨季的时候 雅夜高速是被冲到了边坡 然后被冲垮了嘛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再过去 所以我们只能走不定 然后就上国道了 然后在高速的这一段 我基本上是全程用的 它的这一套NLA在驾驶 因为虽然它没有这个所谓端到端的这一套东西 纯视觉的方案 它是暂时在这台车上是没有的 以及现有的这一套 至少在高速上面的NLA我来体验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开始切换了高速度 我觉得挺自然的 那动态比较流畅 整体在高速上面 它的一个车道行驶的稳定性 然后跟车的距离加减速 这些我觉得都是做的挺好的 包括一些稍微比较大区域的弯道的时候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唯一的就是它在超车的时候 其实不太愿意从右车超车 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自己的驾驶器官不一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内这种快车道上 经常被慢车站着 所以说它就会跟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即便是右侧没有车的情况下 它也不会主动超车 有时候我还会打灯提醒它一下 刚罗内一会儿又堵上了 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们从卢定 刚刚下高速转到318国道的时候 我还挺有自信的 我看了一下说还有50%的电 但好像到终点也就六七十公里吧 怎么着也就很轻松就能到了 谁知道这一路上 因为前方好像说是有一个大卡车 它是坏在路中间 所以说现在变成了一个单向放银的情况 所以我就这个路况 我们得开个两三个小时 才能开完这六七十公里 其实在刚刚就是到国道那一段 其实车流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我都还用了一下NV 我觉得这个车其实Mega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国道上面去用NV 你看跟车什么的 在车道中间保持的都比较好的 唯一有两个不足的地方 一个是因为跟车距离比较长 在高度上我觉得这个当然无所谓 咱们见距离多一点安全一点 但是国道上面 因为大家很多车都会卡你嘛 就超车什么的 所以这种并线并得比较急 所以我们开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流畅 有时候经常需要刹车避让一下 另外就是在国道上 你想超车的时候 一定是看准时机 一个好的安全距离 那么我们就一脚蹬下去 快速的超车 但是因为这个用到了NV的话 它可能就节奏比较慢 所以说你就很难去超车 除非你是一个很波细 我就一直跟着前面车慢慢走 这个就没问题 所以后面我就基本上就自己开了 自己开的时候 我首先是觉得这台车 虽然五米多 有个MPV座子也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多弯的路上 尤其我们还有些回头弯什么的 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说 这是一台大到让你很难驾驭的车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 我觉得理想的MEGA 比我理想中要好一些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之前以为 它会在这种路上面开起来 会比较笨重 那另外一点就是 它的整个转向的手感 我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虽然是一台大车 虽然它不需要很精准 很灵敏的操控 但是我们在这种弯路上面 我去给一点这种转向角度的时候 它给到的手力其实是有的 它不会特别的轻柔 而且回正的力距虽然不是很大 它也没有很弹手 但是感觉得到它是有这么一个牵引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开起来 至少我自己感觉在这种318国道上去开还OK 那另外就是它的整个自动 因为我们会频繁的需要用到刹车和在高速啊 这种可能不太一样 那它自动踩下去的感觉 像踩在那种硅胶的枕头上面 你知道吗 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直接 特别就是自动力来得很 建立的很快的那种感觉 但是踩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它的自动力是比较线性 然后那个梯度是比较缓 但是你只要多踩一些 它就多有一些 就是给我的信心还是有的 而且也不会特别容易 就是这种拍头啊 撞墙这种感觉是几乎不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把它当成一台舒服的车去开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开得很爽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在这样的道路条件下不太允许了 我自己也开了一下 我稍微方向再打大一点 这个入弯的车数提高一点 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的话 这台车它的整个横向的这种摆动还是比较多 而且对于这种测轻的意志 确实做的不会特别的好 毕竟它的体重在这儿是吧 它的整个驾驶的体验也一定不是朝这个方向去标定的 这一趟本来三个多不到四个小时的行程 硬生生被我们干了五个多小时出来 最后我们终于现在是到了我们这个目的地的酒店了 我们这一趟一共是开了接近297这么一个公里数 它的驱动电耗是21度多一点 但这个还不包含它的空调以及一些其他的电器设备的一些消耗 最后我们会看到呀 它现在的剩余电量只有31%了 CLTC的续航也就210多公里 理论上来说我们真的是很难再把它开回去了 不过我们也会在完成我们今天的工作以后 去看一看这台MEGA到底还能够带我们跑多远 打工人现在打卡下班了 这台理想的MEGA我们今天在这儿停了接近两天的时间 在没有开哨宾摩盛的情况下掉电掉了2% 现在还有29%的电 续航显示是208公里 好了现在我们就赶紧把这台车往回开 看一看还能不能坚持到成都 最后还是有一些遗憾 我没有回到预设的在成都的这个理想的5C超充站 但我在路途中发现在咱们这个名山下了高速 马上就有一个这个5C的超充站 所以我就在这儿去给它补了 在我们到达这个充电站的时候 它的整个续航里程还有100公里 然后它的剩余电量是14% 我也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我们整个出发到终点的整个消耗来说 我们一共是开了接近448公里 和它的整个这个CLTC续航来看的话 是打了一个74折这样的 我也折算了一下 我们一共开了9个多小时 所以说平均车数大概是48公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表显的驱动电耗是16.2度 然后我倒算了一下 它的整个可能它的一个综合的 就算上什么这个驾驶辅助 是吧 还有一些空调啊音响这些加到一块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19.4度这样的一个成绩 既然到了这个5C超充站 我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理想Mega的这个超快充 一插上去马上就给你拉到500千瓦以上了 我觉得这个充电效率真的是特别的高 而且比较让我惊喜的是 它到80%以后一直到90%多 一直都维持在100千瓦以上的数据 基本没有捐流这个概念 唯一有一点可能让我有点遗憾的是 它充到95%之后自己就断掉了 没有办法充到100% 可能也是出于对这个电池的保护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了一下 我们一共用16分钟充到了95% 也就是充入了71%的电量吧 我也看了下我手机的账单啊 一共是充了86.5度电 但是如果按71%的电量来算的话 应该是73度左右 所以这个5C超充 在整个充电过程中的消耗损耗还是比较大的 最后我还有个疑问啊 就是我从海拔2500米的地方 一直往下开 开到现在亚岸附近 其实海拔是大概降了有将近2000米吧 但是这个Mega啊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反向充电进去 只是说做到了就是 可能有那么一两百公里 基本上没有怎么耗电 那这一点我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我们经常在这样的路况下开的时候 其实会很多的情况下 都会去反向的去补轮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看这个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想法可以给我一些灵感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对理想Mega的一个长途续航的测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对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测试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